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九九点七 爱乐电台FM九九点七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家瑜 我们已经带着大家认识了好多跟牡丹亭相关的话题 那么但是汤贤祖这位作者 他其实《寒郸四孟》里头 还有一出我们节目当中虽然有介绍过 但是不是琢磨那么多的 那就是寒郸记 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 台湾大学戏剧系的林志丽教授 来跟我们聊聊寒郸记这个话题 林老师你好 嘉瑜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记得上次老师跟我们聊到了南科梦 就是汤贤祖他这一生当中 跟达官和尚等等的这些 非常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更认识这个人 那寒郸记好像大家常常都会忽略他 但是老师好像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 是是是寒郸记其实非常有趣 的确刚刚嘉瑜提到说蛮多读者 或是说观众都忽略了这一出戏 那寒郸记它已经是林川世梦的最后一部了 对但我可能是前面那个牡丹亭跟南科技太精彩了 所以大家就就没有注意到这一出戏 但其实这一出戏它的一个创作跟写作的笔法 历来从这个清代 有一个剧作家曲家叫做黄周星的 就已经那个时候就慧眼读剧了 把它排在这个汤贤祖林川世梦里面的第一名 不是牡丹亭本事 不是不是 对邯郸第一南科第二 然后牡丹亭才排在第三名而已 对那当然这有可能是他个人的一个见解 不过他提出这样子的讲法 其实也是有他的道理在 因为其实这个寒郸记 他的写作笔法上面跟汤贤祖前面的几部作品 非常的不一样 我看到清代学者有人称他说 他是个魔幻写实的笔法 然后对里面用了非常多虚幻的笔触 跟前面几个 虽然我们说那个牡丹亭里面的杜丽娘 他生可以死死可以生 这超越生死已经非常的 是已经魔幻了 但是在寒郸记里面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笔触 那所以汤贤祖他营造出来是 藉由这样的一个魔幻写实的笔法 然后写出来蛮喜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所以我们可以说 寒郸记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喜剧作品 但是他的喜剧又不是一种纯粹走这个喜剧的路线 他其实是借由喜剧进行一种所谓的嘲讽 嘲讽的功能 嘲讽当时候的一个科举 然后功名利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这一个作品不是汤贤祖独创的 我们知道他前三梦也都是前游所本 那这个本质他其实也是从这个唐传奇 神迹记的这个整宗记改编而来的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更往前追溯的话 这个故事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南朝的时候 刘亦庆的幽民路里面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原型 那那个被渡的人不是卢生 他的本名叫做杨林 木一杨然后双木林 那很有趣的这个杨林 他也不是一个书生 他是一个商人 他是一个商人 然后他借住在一个庙里面 叫做焦壶庙 这个烤焦的焦 焦壶的焦 然后湖畔的湖焦壶庙 不是烤壶的湖 不是不是烤壶的湖 这讲到食物我们待会就会提到了 就是那个湖畔的湖 焦壶庙这样 那里面的一个庙柱 就送给他一颗枕头 所以这个故事也有人叫做杨林 原型杨林这个故事 也有人叫做焦壶序 序就是庙序 焦壶序给他一个枕头 那其实大意都是一样 就是某一个对现实不满意的人 然后他做了一场梦 那梦中他满足了他所有的梦想之后 一觉醒来才发现原来就是一场空 我们发现湖贤主对这样的议题 其实很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他连续写了两个剧本 南科跟邯丹都在 谈论这件事情 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主题 他就是在文人 我们说刚有特别提到说 这个杨林他本来是个商人 但是到南传奇的时候 他就被改编成一个书生 所以可见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当时候的一些文人 跟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尤其是在他们的仕途不顺利的时候 就很容易从这个故事的原型 或是说这个故事里面 得到一种心灵上面的慰藉 对那汤贤主连写了两部 但是他最后就是他临穿四梦的 最后一梦停在寒丹记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蛮有趣的 因为如果我们往前看 我们看他前面的两部剧作 牡丹亭跟南科技 其实都很琢磨在琴这件事情 那牡丹亭当然不用讲 就是借用男女之琴 来进行一些他的思想的表达 那南科技虽然也有富贵繁华一梦 这样的感觉 但是南科技里面也用了很多笔触 在谈这个淳于芬跟姚芳公主的 这个夫妻之情 对那为什么最后一梦 又回到公民这件事情 这里其实也蛮有趣的 因为在他写寒丹记的这一年 刚好是他52岁的这一年 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还要再晚一点 但也有可能就是在52岁的这一年 其实他被正式免官了 免官他不是在岁昌的时候 他就已经挂罐球去了吗 对那个是他自己丢掉帽子 他自己因为对当时的官场文化 真的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尤其是一些赋税的问题 所以他自己真的就是 嘉宇讲的老子不干了 就丢掉他这个官职 就自己回到临川去 但是他在三年后 他就收到正式的朝廷来的 这一个免职书 所以正式被罢官免职 那这个给他的免职的这个名义 说他汤贤祖这个人 福照 因福照之名 然后就免了他的官职这样子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他对官场真的是完全的绝望 所以才打算好好的写一部 喊丹记来对当时候的朝廷 或是说这种文人 念字在字的这种官场 科名 好好的进行一个嘲讽 所以他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如果仔细看 出现很多次关于闲人 闲闲闲没事的闲人 闲闲没事干的闲人 所以第一出 就是这个上场的这一阙词里面 就是说鲜花也得闲人少 但这个闲人其实 他暗喻的就是自己 对嘛 就汤贤祖自己 这时候他已经是 无官一身情的一个闲人 那这大概是他 为什么最后一个作品 写《喊丹记》 那当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 很多在那个写作技巧上面 他真的就是精益求精 表现出非常惊人的 这个剧作家的想象力以外 他的心境跟他前面写的 南科或是牡丹亭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化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情节架构上大同小异 对 感觉跟南科蛮类似 对 蛮类似的 但是心境上面的确有一个蛮大的转变 如果细细读他的一些创作的笔法 跟他的一些情节的细节里面 我们会发现 其实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 他由对外转为对内自己的对话 自我的结吻 我们其实可以从前面两部作品来对比来看 当他写这个牡丹亭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他创造了杜丽娘这一个人物 所以代表是生可以死死可以生 所以一个自情之人 他其实是可以跨越所有的现实的现象 然后达到一种超越性 那他用这样的一个自情之人 他要反驳的 其实是当时候的理学 一大堆的理学家 那些纯天理要去人欲的这个理学家 所以他要跟这个理学家的对话 就是要跟他们说 你理之所必武 安之情之所必有也 理所没有的 你怎么知道在情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所以情的超越性是更胜于理的 他有一个对峙的对象 那写南科的时候也很明显 我们上次也有提到 他其实就是跟达官的一个对话 大官一直想要度他 然后达官一直跟他说 你必须要灭情才能复兴 你这个情吃情欲太重了 把你的天生的本性都已经把他 湮灭不脏了 所以你要灭情才能够复兴 那汤贤卓他其实是不认同 他不认同说 反驳这个 对啊 什么情有理必武 理有情必武 我就创作出一条从情到理的道路给你看 所以他才写了这一个南科技 用淳于芬痴情入梦 醒来之后 从这个乙国醒来之后 还不觉悟 对 还要帮这些蚂蚁超度 那直到最后被斩断 他跟姚芳的这个情思之后 才误到 所以他要指撑的是这一条路 但是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邯丹起 没有对象 所以这里头也没有一位 他爱慕的女子 里面也没有 然后他这些话 他到底要讲给谁听 没有一个明确的 跟他对抗的对象 所以更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细细看 更多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跟他自己对话 对 他在打破这些官场所有的禁锢 然后呢 告诉自己 原来这些繁华官场 就是一场梦 而且不是一场梦而已 是一场非常可笑的梦 所以是一个喜剧的形式 对 但是这喜剧里面 暗藏着非常多的嘲讽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其实境界更高了 我们如果 套一句 套用佛教的说法 就是破我执 破我执 对 破他自己的执着 因为 传统的世人走到后来 我也觉得实在是 蛮可怜的 想来想去 最后都还是公民这件事 所以他最后还是要 破他最后的这个执着 所以他写了 寒丹记 跟自己对话 对完话之后 他可以放下 可以破他自己的执着 我觉得这个是 这部作品里面 最精彩的地方 所以简单的说 寒丹记就是 为了破他公民梦 写的一个剧本 剧本 所以他在刚开始 你看这个故事 虽然里面有些看起来 很荒诞 或者是说 很跳脱的情节架构 但其实那一个 主轴的脉络线 还是针线很绵密的 有一个一贯的 他的想法贯穿在里面 所以故事一刚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 李洞斌 他去邯郸道 要度儒生 那我们印象中 这些被度的人 都是一个穷困 书生的样子 他应该公民也不得意 然后家计 穷书生 伏技之力 也没有办法跟坐 一个潦倒的书生 对 一个潦倒的书生 但不是 卢森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们看到 这个李洞斌 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 给他八个字的评语 说他肌肤急鱼 这鱼就是油油亮亮的 风雨的鱼 对 风雨的鱼 油油亮亮的 然后体胖 体胖无恙 所以就是 不晓得有没有白白的 油油的 然后胖胖的这样子 油油胖胖 对 油油胖胖 然后骑着一只驴子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在你们的面前 就是那一个油胖油胖的书生 然后骑着一个捡鱼 这有点好笑的画面 没错没错 至少表示说这个书生 他的生活过得应该还 蛮不错的 可以吃得这样 对啊 吃得这样白白胖胖的 那的确 因为后来他们来到这个赵州桥的小店家的时候 这个李洞斌就问这个店小二 他说我们这个店前店后的这些土地 都是卢生他们家的 所以是个地主家庭的儿子 是个地主 看起来生活不错 但是呢 这个卢生却对着李洞斌就长嘘短叹的 说他觉得他这一生就是穷困 他用 穷困 对 就是一个富翁 然后跟我们说他很穷困这种 这种听得好讨厌 我们不太能够理解 他穷困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看起来是个地主 但是他竟然说他自己穷困 因为他说我这一生不得意 我有几件事情没有做到 我就是穷困 所以他就开出了他的想法 他说一个人真正的富裕富贵之人 应该是要建功庶民 出降入相 列顶而始 选声而听 然后使家族茂盛而家用肥 维绕 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目标 其实蛮有大致的 蛮有大致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开出来的这几个条件 统整归纳法来看的话 其实全部都跟公民有关 所以就是一心一意想的就是这一条路 所以你看汤秦柱很厉害 一下就给你切入了 你们讲的那些富贵 在书生的眼中都不是真的富贵 你有家财万贯 你有田秦 这么的多也不是 就一定要这些条件 那当然李洞宾是来度他的 你既然开出条件 我是仙人 我就有办法让你满 实现 对 因此就让他做了一个黄粱梦 就让他到梦里去 所以这个梦是这样子开端 那邯郸记的梦 真的是四梦里面最有趣的梦 我们再把它跟前面那个南科来比一比 我们说南科是个假梦 说的假梦就是 他其实只有一个梦的框架在外面 你如果把那个框架拿走 其实存于分在这个南科 乙国 对乙国的这些 我们也把蚂蚁这个概念 把它拿掉的话 他遇到的事情 他娶了公主 然后建立公鸡 然后得到这个 以往以后的信赖等等 这一路其实也蛮像一个正常的文人 如果说他仕途很平顺的话 他官运很亨通 他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而且建功立业 取得娇妻 然后子孙满行等等 是一条蛮正常的路 所以其实那个梦只是一个框架 但卢生的这个梦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里面 梦里面很多变形 怪异 不合理的事件发生 反而比较像我们正常人做的梦 我们的梦都是 我们的梦一般都是支离破碎 没有人的梦非常符合逻辑的吧 对对对 就是因为现实太合逻辑 我们才会去梦中去创造另外一个世界 对那卢生的这个梦 其实就是很不合理 对不合理 那为了要创造这样一个变形的梦 我们又要谈到汤贤祖 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剧作家 他的起手式就很精彩 刚开始写这个卢生入梦的时候 他是莫名其妙就走到他未来的老婆 这个崔氏的园林去 不晓得怎么走着走着 就走到他们家的林园去 花园里面去 那崔氏一看到这个卢生 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然后也不知道他的人品如何 大概有瞄到一些长相吧 那马上就要这旁边的丫鬟问他说 你要关修还是私修 关修或私修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你要关修 我就告到官府去 说你潜入梦家妇女的园林 对那如果你要私修 你就是娶我吧 所以一个 就是官了还是私了的意思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卢生莫名其妙 就是走到梦中 然后呢就获得一个美娇娘 然后两个中间 没有任何情感的铺层 对 铺术 在一折里面 马上把他们两个婚姻 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那之前这个崔氏 还很凶狠的 一副这个理直气壮的样子 问他要关修还是私修 那卢生当然想 我当然要私修了 谁要关修 对 那娶了这个崔氏之后 那他马上就变成一个 害羞啊 温柔 娴熟的女子了 这么有趣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一段的处理 在情节上漏洞百出啊 不像是汤贤主的笔法 对 如果我们用鲤鱼 说要密针线 然后针线太粗糙了 但是汤贤主绝对 他已经是他第四本作品了 他不可能会忽略这样子的心 写情 他可以写得比任何人都厉害 都还要细节 还要细腻 这是故意的 我觉得是故意的 他要开创一个喜剧的开头 然后朝着这个基调 所以他跟崔氏也不是正常人的那一种 男欢女爱 或是没错之言 都不是就是颠覆大家的想象的 掉到人家家里 然后就两个就成亲了这样子 然后他建立这个基调之后呢 后来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 都非常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后来他就去考科举嘛 那崔氏就请进家产 让他去买买官嘛 买通所有的考官 对 权贵之人或考官 连皇帝都被收买了 皇帝当然不是用钱 被用钱收买 皇帝不缺钱 但是他收买了皇帝身边的人 那大家就帮他讲话 所以他就从洛眷之人 变成头等状元 就很快 撒了不少银子 对 所以就开始他的嘲讽出来了 嘲讽就跟我说出来 但是他是用这种很细虐的笔法 连皇帝都 都被收买 把他列为头的 但是千算万算 少算到一个人 就是当朝的宰相 对 就是没有算到这个宇文荣 就没有贿赂到这个人 那当然卢生的 这个头等状元的名号 就招来这个宇文荣 你为什么 因此没有到我这边 就想要 请客露了一个仙女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仙人 所以才会有那个西方神话 这么惨的一个结局 好 那这个宇文荣就当然不高兴 就陷害他 那在寒郸记的前半段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最重要的情节 就是这个宇文荣设计陷害他去沼河 找这个加州的河道 然后一个是去攻打土藩 所以一个就是沼河 一个就是建立边公 这两件事 那这两件事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这个宇文荣是掐子一顺 想你卢生应该是没办法完成 对就去就看你要死在哪一个 选择死在河边 还是那个战场上 他打了这个如意算盘的 那牵他去 那没想到他两件事情都解决了 而且很风光的回来了 但是这个解决的方法就特有趣了 唐贤主在这里就大大的发挥 他的邪虐之笔跟他的创意 去沼这个河的时候 本来刚开始开沼的时候 还蛮顺利的 真的有沼到这个水源 那一路往北去 发现有两座大山 连着地盘基盘的大山 在那里畏畏不动 那这个沼河的人就回来报 说拿两座 一个就叫做鸡脚山 一个叫牛耳山 我不知道家里听到这两座山 你有什么想法 两个动物的鸡脚 牛耳 也是食物 我们常常 乳味 乳味他里面的鸡脚 或是猪耳朵 所以为什么 对呀 为什么这座山 不是很正经的名字 一个叫做鸡脚 一个叫做牛耳山 那卢生就一想天开 这怎么整治这两座山呢 他就想了一个沼河 这应该是汤贤主自己想出来的吧 他想了一个方法 叫做盐 蒸 醋 这盐跟醋 都是我们烹饪用的调味 他真的拿来当食物来对待 是 然后蒸就把它蒸煮了 先把这两座 把山蒸煮了 对呀 他先用火 用木头 把这个山给烧了 蒸了之后 用醋把它淋上去 然后软 我们知道醋会让东西就是软 然后石头就分开了 就浮上来了 然后再撒上一把盐巴 像不像我们在煮饭的那一种烹饪法 所以这叫做盐 蒸 醋 真的就把这两座山给化成水了 哇 这是神话故事 对 这不晓得有没有历史可考 但还是他先祖的异想天开 真的就让他凿合成功了 然后呢 他怎么样处理这个土藩这件事情 因为他后来被派去攻打土藩的时候 他发现当地的这个军臣 非常的和谐 所以军容非常的壮大 然后军心也非常的团结 这样 他就想说那要用个离间器 怎么样去离间 他就请了一个细座 就是间细 然后给他一根竹签 只给他一根竹签 对 然后给他一千片叶子 这样就可以灭一个国家了 听众可以想想看 一根竹签跟一千片叶子 然后就在那个叶子上面 写说这个西罗纳模反 就是成像 他们的成像模反 成像模反 然后写在叶子上 对 就用竹签这样子 刻在那个叶子上 然后就顺着这个流水 一千片叶子 就流到这个军营里面去 那这个土藩国王就看到了 然后他看到之后 他还派这个将士 出去外面看看是不是有戏作奸细 那些将领出去看了以后 发现没有啊 然后他就想醒 这是天命 土藩晚上 这是天命 天一上天告诉我这件事 那就杀了丞相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然后军心就患散 所以他也就建立了这个变工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一点 不是一点点 其实看到蛮清楚 他就是在嘲讽这个军臣的关系 像雷软一样 马上早上还关系很好 我到了晚上这个君主马上变脸了 其实有这一层 但是我们如果再细细读这个 就是竹签跟叶子 这个很像我们就是文学里面 我们常常提到那个什么 玉沟红叶 就是有一个宫女 她在宫中 她没有办法出去 然后她透过这个红叶提诗 然后从玉沟流出去 传达给她心爱的男人 这样子 玉沟提诗这样的一个 美丽的一个传说 一个流传的故事 所以卢森怎么建立这两件工业的 一个是烹饪法 一个是男女之间的谈情 说爱 我们这种日常的情爱 日常的饮食 去对峙那种 这是这些 国家大事 对国家大事 那些求公民的人 念之在之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真的就是火力全开 这种嘲讽的比调真的是火力全开 一点都不留情面 就把这整个官场的事情 就这样子 描写的很荒谬 对荒谬 完成了这两件事情 这样子 哇 从这个角度来看寒丹记 我们以前都觉得 那个故事好像很奇怪 但是林志立老师告诉我们才发现 这个嘲讽真的是到了非常非常戏念的程度了 对 好 这个就是汤咸祖的寒丹记 那聊到这边 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宇 今天在节目当中 特地为大家邀请到了 台大戏剧系的林志立教授 来跟我们聊汤咸祖的寒丹记 刚才老师这样为我们叙述之后 感觉寒丹记当中的这位男主角 卢生 好像也跟我们在南科里头的 陈于芬一样 哇 一路做得非常非常的顺利 是 然后又用丰刃的方式 跨起了两座山 又击败了土藩 是 感觉起来 他的这个梦里头也是一帆风顺 是 一帆风顺 而且非常的轻松 对 就可以不像这个淳于芬 要打这个 还真的用了一些兵法 练了一些兵法 不是 那就轻而易举 就有很荒谬的手法解决了困难 就解决了这些事情 那当然霍福相依 对的 建立了这个边宫跟河宫之后 当然这个宇文荣就更遭到他的嫉妒了 这个人不除 不行 不行 这实在危害到我的这个 丞相的位置了 因此 因为当时候 儒生在打土藩的时候 他后来 这个土藩的大将 叫做热龙莽的这个大将 他后来有写了 就是传书给他希望 这个儒生能够放他一条 深路 所以他后来真的真的留了一条路给他走这样 那这件事情就被余文荣抓到了把柄了 他就说他通敌 他通敌 因此就把他一撞就告到这个皇帝那边去了 皇帝老爷那边去了 那这应该说大部分皇帝都是这样子 部分青红皂白 也不管他之前建立的工业有多么的伟大 就看到这个上述这树文说他通敌之后 就立刻下令就压到云阳斩首 就马上斩首 也不让他辩白 也不去调查是否真实 这其实就是官场真实的样貌 那写的方式真的是很夸张 立刻斩首 但事实上官场就是这样子 那就就把他压到云阳去 那后来这个卢森的妻子 崔氏带着家小这些儿子们 就到五门去喊冤 那喊了之后呢 这个皇帝也说好吧 那就不要斩了 一封数文就斩 喊了之后就不斩 对就不斩 所以哪有什么律法王法 这个王就是法嘛 他爱怎样就怎样 是啊 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那就免了死罪 那免了死罪之后 就把这个卢森 贬到广南的挨州鬼门关 这里面大概还是有一点点 那个汤贤祖 他后来不是因为上了这个 浮沉课程书 不是被贬到广州的那个徐吻吗 大概也有他这样子的一个 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然后再把他画到这个故事里面 来把他演出 那卢森被贬到这个挨州的鬼门关 这是一个很蛮荒的地方 那一路上呢 当然就是会遇到强盗啦 老虎啊 那因为又要过海嘛 又遇到海上飓风 就是沉沉的这个危险 困难之后 最后他有到鬼门关这个地方 但汤贤祖在这里 用了蛮多的篇幅 在处理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事情 谈论的议题都一样 就是在谈论这个死亡关卡这件事 你要使一个人物 从元代的杜托剧以来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法 你一定要让他面临死亡 丧失生命 这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关卡 如果你这一关过得了 这全部都过得了 但是汤贤祖的写法 就跟那些远代杜托剧 完全不一样 他还是发挥了他这个魔幻 魔幻 然后喜剧的这样子的一个笔触 在处理这些死亡的过程 我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几段 真的都蛮有趣的 像他譬如说 他在刑场的时候 被送上刑场的时候 这个筷子手 要斩不斩的你知道吗 然后就还拿这个刀子 先在他的脖子上先抹一抹 试看看那个位置对不对 就是你知道那就是离死亡 非常的近了 一把刀在你的脖子上 就这样子试看看 等一下是不是刚好就能够砍到这里 然后磨完试完之后 还跟这个儒生说 老爷子你的颈子嫩 脖子嫩 不受苦 我待会就是一刀 就可以把你砍成两段 所以这时候 儒生应该要已经 非常的紧张警惕了 文飞破散了 对对对 好没有 后来他老婆不是帮他喊冤吗 所以他就被免死 那免死就在往鬼门关的道路上 这次就真的遇到强盗 那这个强盗 儒生还发挥他书生的本能 还在跟他讲一堆大道理 对国家有建树有什么 强盗当然不听了 一刀就砍下来 这一次是真的被砍到脖子了 但是没有砍断 所以喊冤记里面没有砍断 那强盗抢了这个金颖财宝就走了 那儒生就发现自己脖子外一边了 他就把他扶正 然后摸一摸 发现有血 有血 但是但是不曾死还活着 然后就端正了自己的脖子 继续往前走 这怎么变卡通片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虚幻 非常的不显实 这很像现代一些魔幻电影里头的场景 对 你就可以想象 如果真的有影片的话 他就是扶着他自己快要断掉的头颈 然后把他扶正 鬼故事 就往前走 然后就搭上船了 然后搭上船之后就遇到了这个大风浪 那因为他脖子还在流血 实际上他就是文本就写 他在脖子还在流血 那流血就有血腥味 所以就引来了恶鬼 所以你看恶鬼跟鲨鱼一样 闻到了血腥味就来了 就要来抓他 但是卢森是有天分的 他要被保护的 所以这个天审 上天就派了这个公草 公草就是天上值班的人员 就是公草 就派他下来 那天上公草下来 就赶快把这群恶鬼给赶走 然后他就发现 原来卢森他就是被那个强盗在井下 划了一刀 于是呢 这个公草就把自己的胡子给剪下来 然后就塞住了这个卢森的这个伤口 帮他止血 原来用胡子也能够止血 真的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这文异想天开 那止血之后呢 这伤口不仅好了 那卢森后来醒过来的时候 他还长出了胡子 所以这是太无幻写实了 每次读到这些桥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中国传统戏曲文本真的很少 几乎没有看过这样子 我们说鲤鱼是一个喜剧大师 但是鲤鱼的喜剧 他常用的就是一些误会 然后或者是错过 巧遇这些情节 还真的很少用这么 不写实虚幻的笔法 在处理这些事情 那到底这么写要干嘛 为什么要这么夸张的一路从磨脖子 然后切断颈子 把头扶正 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些东西 其实汤贤主就是要骂如生两个字 愚蠢 你就是笨嘛 你都久死一生了 还不悟 都把死了多少次了 还不悟 到现在还不悟 还不行 那也不是都不悟 如果一个人真的经历这么多事件都还不悟 那这个人真的也 没有救了 没有救了 他其实中间有几次的灵光一闪 就是像他要被送到这个云阳斩首的时候 他就有抱怨 跟他的老婆抱怨说 我本来是山东人 我有良田肃寝 可以遇寒内 就是可以遇寒 然后何苦求路而今至此 我为什么要来求这种功名利路 然后今天要被去斩首 所以他稍微好像有去觉醒到 原来他自己的生活过得也 我们刚说油油胖胖的 也还不错 何必让自己走上这一条险途 在这里有过一次 那后来要上这个鬼门关的时候 这个汤贤主还特别安排 这个儒生他迎送了一段行路难 但是这个行路难是这么说 他说行路难 行路难 不在水不在山 山跟水都不困难 而是什么呢 朝成恩 目刺死 我早上才成黄恩 晚上就被刺死了 所以这个功名或是官场 多么险恶 比任何的 我遇到那些强盗 那些老虎 那些飓风 都还要险恶 所以这几个点 其实都已经碰触到 功名不可待 这个议题 是 但是他还不行 所以他最后只好进了鬼门关 所以他最后有到鬼门关 他真的进去鬼门关 走那么一招 所以他到鬼门关的时候 有一则的 有一出的下场诗 里面这个卢生这么念 他说 我逃得禅生命 我一路以来 就逃过一切 交流寄一支 交流 停在一支上面 他只是寄住在这里 他其实还是很希望 自己有一天能够 展翅告飞 我是暂居在这里 暂居在鬼门关 一路这样来了 他还没有办法觉醒 他还想要 就是 对 正式高飞 对 正式高飞 好 那既然不悟 那我就让你继续再做梦吧 所以你不懂 就让他真的在这个 鬼门关这个地方 在埃州这个地方 待了三年 那他的冤情 后来有被平反了 这平反过程也很 很荒谬 对 就叫老婆 我写了一些回文诗 然后皇帝看了以后 很感动 就 那当然也有一些 土藩的人来 来说情 不过这里的交代 也是非常快 总之呢 他就又被召回朝廷了 那这一次就爬得更高了 位极人臣 宰相之官 然后 这个宇文荣也被斩死了 他的奸绩 已经败露了 然后皇帝给他女人 给他田 给他马 所有的子孙都封印了 他之前跟吕洞斌 许下的那一些条件 全部实现 全部通通都实现 所以他真的在里面 做了一场很满足的梦 一直到他年老 将死 他的死法也是很有趣 他就是 彩阴补养之战 皇帝送给他的女子 二十四个 他每天轮流 这样子 后来就因为 太荒淫无度了 所以就死了 那他临死之前 他还说了五件事情 许下了五个月 已经到快要闭眼了 他还念之在之 这五件事 他说他最担心的是 国史 国家的历史 忘记记录他的功期 是忘记他 对不是国史 国史这不关他的事 就是说 没有把他的丰功伟业 给记录下来 然后第二 他身后的嗜好 就是人死了之后的 这个封号 会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是 他每一个儿子都 都成他的那个世喜 就封印 还有一个最小的 因为那时候 他年纪还小 还没有 没有办法 就是说 他再希望 这第三 最后一个儿子 也要有这个封印喜 然后第四个 皇帝最喜欢 中瑶的书法 所以我要用 这个中瑶的书法 写一个仪表 然后作为 大唐正式之宝 天啊 这人好张狂 对啊 所以我们就想一想 人生走到这种境地了 后面这些事情 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 但他很在意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他把他这个朝一朝冠 就交代他的子孙 必须要放在这个 家堂上 恭奉 永远恭奉他 那我们就不得不说 唐贤主真厉害吧 到最后临来了 还要这一笔 把这整个这个文人梦啊 科化到这么的 讽刺的这么 弄到一个不行 对 真的不行 那当他都经历了 那最后 因为李栋斌还在等他嘛 这个红梁快熟了嘛 李栋斌还在等他嘛 然后他最终还是得 醒过来 然后醒过来发现 这个后面的处理 其实就快 醒过来之后 李栋斌就跟他说 你那些儿子 都是这些鸡呀狗啊 变的 因为他在那个赵州桥店嘛 都是这些鸡呀狗啊 变的 然后你那个美丽的夫人 随时就是你胯下的 这个亲侣变的 那李栋斌这么一讲以后 卢生就醒悟了 很快哦 对 后面再处理的这一段 好像也没什么挣扎 就醒悟了 那如果说故事就谈到这里 好像后面还有一点点东西没有出来 对 好像就没什么 对 就太快了 而且感觉上跟南科 好像也差不多 南科纯一芬还有染指 对 还有染指 而且他醒而未醒 后面还有一段纠结 对 所以这里就要谈到 汤贤祖在后面 延续了一段他刚开始 开头的一个很重要的 买下的伏笔 就是吕洞斌他其实来度 这个卢生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先奋 而是他们同来先到 有一棵盘桃树 因为有一次飓风 然后把那个花都吹落了 那这个花吹落之后 阻塞了天门 真可爱 天门也可以会被阻塞 然后就有这个和仙姑 八仙里面的和仙姑 就在那边扫落花 扫落花 那扫着扫着 和仙姑就成仙去了 那就扫了一个扫地的人 扫落花的人 因此八仙就派吕洞斌 再去找一个扫花童子 因此才看中了这个卢生 所以因为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目的跟原因 他才在邯郸道上遇到卢生 那当然这个卢生一悟之后 吕洞斌就要带他去拜见其他的七个老师 让他们认证一下 那这里有一段的描写 就是吕洞斌要带这个卢生到蓬莱仙岛的过程里面 卢生就开始想起他当初去被贬到这个鬼门关的一路的经历 所以这两条路很像 对 很像 他就问他说 这里有没有老虎 有没有飓风 有没有强盗 这就是他之前已经 路上碰到的 对 那李东平跟他说都没有 都没有 但是他就一直回想到那一条路 然后最后他看到七仙来迎接他 那七仙的造型各异 有的穿红的 有的穿绿的 有的颇角 有老的 有小的 他以为就是那个鬼门关那些恶鬼 他就说恶鬼来了 但其实不是 他就说这些是仙人 所以这中间的差异在哪 对 很奇怪他怎么会把这两件事比拟在一起 对 把他比拟在一起 然后最后这个李东平就很认真 帮他介绍了这个八仙的形象 表示说他们不是虚拟的神仙 是真的都一个一个存在 就是就介绍了这个八仙 各自介绍身份形象之后 何仙姑就把他的 传给了这个卢神 然后就跟他说 你要只少的 少到什么什么境地呢 无花无地 非为海 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落花了 望走望鸡 不是吃 当然少到这个 忘记你手上的这个哨把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可以呈现了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少到 无花无地 望走望鸡 这个路感觉好像很遥远 对好像是非常的遥远 那所以卢神就接过来就开始扫了 但是有趣的就在这里 他接过来这个哨把在扫的时候 他突然就问了他的老师 吕洞宾说 师父啊 你弟子吃鱼啊 该不会我今天遇到的仙也是梦吧 是吧 我之前做的这些繁华富贵都是梦 也有可能我今天遇到的你 吕洞宾这些七仙都是梦啊 也是假的 也是假的 的确也是假的 好 那他就提出了这个大的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他也是不是真的 那很有趣的是这个回答 其实这件事情是 卢神在问吕洞宾 也有可能是汤贤祖在问自己 我要求仙 这个仙到底在哪里 也有可能是他自我的一个结问 那后来这个老仙人们 你看他回答这句话 就很有趣哦 他说哎呀你这个笨蛋 你怎么吃人说梦两难分 你这笨蛋你怎么分不出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梦呢 你吃人说梦两难分 毕竟是游仙梦吻 好了这游仙梦这三个字就很有趣 原来游仙也是一个梦 这仙人回答的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分不清楚 但是呢游仙梦总比你富贵梦来的稳当一点 是 所以这句话的回答不就是告诉这个卢神 或是告诉汤贤祖 游仙其实也是一个梦 所以整部作品的下场诗 我觉得完全可以传达汤贤祖的心境 他说墨醉升歌演化堂 暮年就是他晚年出信梦中场 我越到晚年越觉得人都在做梦 这梦越来越长 如今暗与心相约 他约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心 暗中暗暗的跟他的心相约 禁对高灾一柱香 我点一柱香 跟我的心相约 因此 对他来讲 什么是真实的 繁华富贵的公民 还是游仙 看来走到最后就是自己的一个心 所以就跟自己的心相约 那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汤贤祖的知己 他每次在写这个提牙或评 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准 就是这个沈济飞 他在评牡丹 评南壳 甚至评这个寒丹梦 他提寒丹梦的时候 我也讲一段 他说林川先生教我什么事呢 他教我凡一梦 仙一梦 凡也是梦 仙也是梦 凡觉 一梦 连你凡 在这个凡事觉醒 那也是一种梦 仙梦 亦能够觉 意思就是说 很多事情都是虚假的 只有对待自己的心 自己这颗心 它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所以就有点像那个孔子说的 从心所欲了 我已经七十了 对我就可以很自在的 我心里要怎么走 我大概就是可以追随他 这样子 所以 是不知道什么事情 让他有这样大的一个转变 但是其实从这个寒丹记看起来 他是对官场这件事情 彻彻彻底底的 失望 失望跟觉悟 我觉得除了失望以外 真的是 更重要 对 所以他才能够用这么 有点轻松 邪虐的笔法 来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再把它放下 嘲讽一番 再把它放下 因此 我觉得他也不用写第五梦 因为真的是很难在超越这样的 不管是说在剧作的笔法上面 或者是说在他体悟人生的心境上 已经是一种大智慧 不是佛也不是道 就是人生的一个大智慧 在这里已经非常充分的 完满的把它表达出来了 是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压轴之作 寒丹记 对 好哇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林志力教授 带着我们看了汤贤祖 临川四梦最后的一梦 寒丹记 是 我相信大家听完以后 应该也是非常的心有所感 下次再阅读寒丹记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用不同的眼光 而不是去找剧情的合理性 是 去看看汤贤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是 好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林志力教授 谢谢 佳丹 谢谢 好 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不只是昆曲 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边 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 今晚都有一个好梦 我们下个星期天 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